各种蓝色绿色的岩池等待着南半球的太阳发威 最后萃取出白色粉状的黄金 位在智利的阿塔卡玛盐湖拥有蕴藏量丰富的锂矿 全球两大锂矿龙头都在这里设厂 业者点出智利锂矿的优势但开采的困境也不少 智利政府把锂列为战略性原料限制开采 目前两家锂矿业者是维尔能在当地开采的厂商 不但必须都要跟智利生产促进属合作 还得由智利核能委员会负责监督配额还有出口 李矿龙头一年要支付给智利政府的费用就高达6亿美元 在严格的控管之下过去十多年来都没有新的锂矿厂进驻 也因此原本世界第一的产量就在2017年被澳洲一口气超越 最近大举开放外商投资的阿根廷也可能迎头赶上 去年才上任的智利总统上个月更宣布 有意让当地的锂矿国有化 希望在智利政府的掌控底下增加更多的矿场进驻开发 智利政府也准备跟两家矿场协商 尽管合约还没到期但准备利用入股的方式让锂矿国有化 智利政府更野心勃勃不止原料开采 还打算在当地打造锂电池的供应链 承诺提供价格优惠的原材料吸引比亚迪投资2.9亿美元 在当地打造电池工厂 中国大陆力拼电动车市场野心勃勃 专家认为智利锂矿国有化也有利于中国大陆在当地的投资 这不是一个秘密的 很多中国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都会有关注 可能他们会第一次进入 因为当你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就像中国国家的国家 会这么小心谨慎就是担心 离荒开采会影响到自然环境 当地属于原住民生活的重要居住地点 忧心更大量的开采不但影响到整个水资源 对于生态环境也会造成冲击 所以我们讲的是一种大量的水平 每天都会有一个影响 我们不能说它有一个影响 因为是一部分水系统 所以是难以说它有一个影响 但是直接是怎么 是必须要理解更多的 儘管禮礦業者一再拍胸不保證 已經透過技術改善整個開採過程 並且投入資金協助維護當地環境 但居民卻擔心被業者當作環保洗白的工具 左派的致力總統因為強調環保 以及爭取原住民利益等政策順利當選 儘管要力拼經濟 但明顯有更多的顧慮 再加上新一代電池對鋰的使用量正在逐漸減少 還有電池回收產業正在擴大 儘管市場需求量大 但恐怕榮景維持的時間不如想像中那麼長 這場爭鋒奪秒的市場競爭當中 之力如何獲取最大利益 就成為新任總統的一大難題 TVVN新聞綜合報導